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美国各地有成千上万民众参加了谴责反亚裔种族主义的集会 包括华盛顿特区纽约市已经引发示威的枪击案发生地亚特兰大在内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抗议活动 亚特兰大枪击案中21岁的白人枪手造成8人死亡 其中包括6名亚裔美国人 美国的亚裔人民对这起枪击案感到震惊和愤怒 在这些集会上展现出了响亮而坚定的声援 听着亚裔仇恨组织3月16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在过去一年的新冠疫情期间 有近3800起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报告 美国芝加哥市的抗议者对针对亚裔社区的种族主义称 非裔美国人走了100年的路还没有完成反歧视目标 这是白人至上主义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歧视 另一些人则表示 亚裔社区有必要与其他社区联合起来实现他们的诉求 需要把非裔拉丁裔以及白人社区的人团结进来 进行结盟以实现种族平等目标